没有 好 那伊礼是营养师 你也有一次过敏 我刚才跟蔡醫師讨论说 我以前是小时候 反而是我吃虾子过敏 然後因為我們住高雄嘛 高雄都大部分都是魚啊 那個海鮮的 然後我們全家都吃很開心 每次只要吃蝦子 我就開始嘴巴腫 我記得我國小以前都是只要吃蝦子 都嘴巴腫 可是我們家人都不會 可是我長大之後 上大學之後 可能真的是接觸的那個 那個太雜 因為你上大學 你在外面吃東西嘛 你吃的東西就變多了 像我大學 我是上大學才吃洋芋片嘛 然後以前在家裡 媽媽都管得很嚴 我們都吃得很簡單很乾淨 到大學之後吃外食 你就可能開放了之後 我發現我吃海鮮類都不會過敏 但是我今天沒帶照片 是因為我那個過敏是三年前的 可是我有一間我去吃居酒屋 在我們家附近吃居酒屋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有點串燒 都是肉的肉類的 然後剛好那時候想說 好那我點一個一葉乾 那一葉乾就是那種 就是魚類的 我記得好像是 五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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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載魚的 五載魚 五載魚的 那種魚的乾 然後就吃吃吃很開心喔 結果吃完之後 我記得那一次發作得很快 差不多你走出來 從那個店裡面走出來 大概半個小時 其實我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點癢了 可是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我就吃魚才很大 我就想說不可憐嘛 對不對 結果我走出來半個小時內 我那時候是先嘴巴整個這邊整個腫下來 然後呢 我覺得很嚴重 是因為我整個脖子 我是脖子整個長那個疹子 然後之後 我覺得我有點呼吸 有一點 就是好像沒辦法 呼吸得很順暢 然後整個手背都開始長這樣子 然後我就知道說 我食物過敏了 然後就趕快緊急找 我們那時候剛好 因為四居酒屋很晚嘛 所以剛好那個診所要關門 我趕快緊急去找那個診所 那個醫生一看就說 你還是得要 那時候是打針才好的 對 所以我還想說 有些過敏其實後來是發現 是急性群麻症 對 然後從此之後 我再也不敢去那一家了 居然他在我們家 是因為那一家嗎 不敢吃一夜肝 我 因為一夜肝 我在別家店還是有吃 那也是沒有問題 我在想是 不新鮮 可能因為那一家 我在想可能生意沒有很好 是在哪一區哪一條路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政府其實在 好像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其實他有提醒 就是我們一般會過敏的民眾 因為現在很多 臺灣很多過敏 剛剛其實蔡醫師有 你們有做一些調查 那我們有臺灣這個食藥署裡面 他有規範十一種食物 他然後他是過敏原 是臺灣人過敏原 那他會規範在我們的食品 包裝上面 如果你的包裝上面 有這十一種食物裡面的其中一種 你就要標示說 你有含這個東西 那這十一種食物的話 我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甲殼類 跟他的製品 比如說你吃零食 這包零食可能有蝦子 他要標示 現在你說你去外面買包裝食品 上面他就會寫過敏 然後過敏原是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另外第二個是水果裡面呢 特別提出是芒果 甩牙 這是過敏原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花生 還有他的製品 然後牛奶裡面也在裡面 然後他有提到所謂的羊奶 羊奶也是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還有蛋跟他的製品 然後第六個是堅果 堅果類的跟他的製品 第七個很特別 他特別拉出芝麻 也會 對對對 他除了花生之外 特別拉出芝麻 跟他的製品裡面 都隨於堅果類的 對 有的有綜合堅果來品 除了花生之外 他還有芝麻 所以你都要特別標示出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 最近這十幾年 大家大家比較會吵的是膚質 有些人雖然說他這小眾 不過有些人還是會 所以他就把這個膚質的部分 要把他標示出來 然後第九個是大豆跟大豆製品 大豆他提煉出來的 是不在此範圍內 就是食物裡面有大豆 本身有大豆圓形的 那個才是 然後另外還有魚跟他的製品 然後另外還有第十一個 比較特別 比如說豆腐 可能就是 有可能 對 大豆類 對對對 然後如果是他最後一個比較特別 是所謂的這個亞硫酸鹽類的 這要怎麼 是不是 是N強 有這些 亞硫酸鹽類 還有產品是二氧化硫殘磷的 他有規範一個豪客 那有些在零食裡面可能會有 有的像酸梅 蜜 蜜藥裡面 有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奇怪 我沒吃什麼東西 什麼 我兒子 像以前我們常說小朋友 如果他真的就是小朋友很容易 過敏的話 像蜜藥裡面 他有色素的這一種也會容易過敏 那甚至於我想蔡醫師應該知道 就是小朋友他過敏 他也包括像一些紅色的 黃色的 這種色素也是容易造成小朋友過敏 好 接下來 今天照片冠軍就要出來 我自首 我自首 我壓軸 桂文的過敏嚴重了 那一次一定是有做錯什麼事 等一下蔡醫師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NG的部分是什麼 那真的是把自己搞到快死掉了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次的狀況就是呢 我們我們家準備全家人要帶小孩 就是去北海道玩 是我們結婚後十年 第一次一起出國 你看多麼的重要 多麼令人期待 但偏偏就在準備出國的前兩天 那天我記得儀禮也在現場 就是我們一起去露營 然後因為連錄兩場 我中間有吃個便當 可是吃完便當準備要進去的時候 突然在鏡子就看到說 怎麼這邊我有起幾顆 小小顆 那覺得不太對勁嘛 那當然就粉撲一撲 可是呢 我回到家就已經這樣了 就變一片了 就有 就是還蠻明顯的 對不對 在脖子的地方 然後會有點癢這樣 那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過迷失 就是吃東西也不會 然後吃藥也不會 所以 但因為又擔心想說要出國了 所以我就隔天馬上就去看皮膚科 然後皮膚科醫師當然有開藥 他就說我就是急性過敏這樣 那我就說不好意思醫師 因為我準備要出國 這趟非常重要 吃好 住好 那我說那怎麼辦呢 我如果現在這樣過敏的話 我去日本可以吃螃蟹嗎 我可以泡湯嗎 他是跟我說最好不要 我就心想怎麼可能 對 我都已經要去了 然後去到那不做這些事 那我去幹嘛這樣 所以後來他就說 那不然我幫你多 就是幫我多包 對 備藥這樣讓我帶去 那我心想好吧 應該也不是太嚴重 所以我就安心的去了 結果第一天呢 湯罩泡這個螃蟹罩吃 第二天繼續 反正就是每天都有泡湯行程 然後又反正就很愛泡湯 結果大概是在那邊的第三天 就不得了了 我就全身都都已經 就是整個都是仰起來 然後會一直抓這樣子 然後忍到第五天 在回來的班機上 我真的已經坐立難安了 我就是整個抓 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這樣子 然後一下飛機 其實本來就已經要衝急診 我先生說你這樣不行 因為你真的太嚴重了 然後我帶去的藥都吃完 也都壓不下來 所以他覺得說我應該要打針 然後我就去看了醫生 結果醫生就說 先給我兩個名詞 我那時候聽了真的有點嚇一跳 他說是什麼 毒性紅斑跟多型性紅斑 說實在我跑醫藥新聞 我也很少聽到這個名詞 然後我就回家就查了嘛 查到底是什麼病 天啊 這個病很嚴重 而且甚至在一些藥害救濟會出現的 這個病發症叫史蒂芬強森症候群 就是你的皮膚都會壞掉這樣 我想說怎麼會搞成這樣 然後又不放心 所以我就後來又去了這個醫學中心 再做檢查 就那個當時其實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這個要進廣告了 我看那個真的狀況其實真的滿嚴重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